大家好,我是高尉班 我们今天再来谈一谈台湾防卫法 其实上一次谈台湾防卫法的原因 是因为苏启前国安会的秘书长 他写了一篇文章 可是那篇文章对台湾保护法的出炉 使他感到好像对台湾的现况非常悲哀 简单来说 他的那一篇文章 就是一个恐共的 给别人的印象 是认为好像中共崛起 他的武力非常强 也许能够突击 把台湾占有 那么导致美国不敢出手 就变成了既成事实 而台湾就沦陷 所以在这个 但是我们今天来讲 这一个台湾防卫法 是一个参议院的 美国参议院的火力 他提出来的 其实是一个非常正面的 如果我们看一下 过去我们跟美国定立的 这些法案来看的话 从最早期的 是第一个 是台湾关系法 这个是因为断交之后 有了这个台湾关系法 是从关系法里面 最主要的就是台湾的未来 是由台湾人民来决定 中共顶多是 你要想要统一化 只能用和平的手段来统一 所以但是万一中共 如果要放台的话呢 美国到底是要怎么回应呢 并没有很明确的 这个定出来 所以那个时候 这个是一个战略 模糊的时代 那就是如果那个时候 如果中共放台的话 美国也可能出兵 也可能放弃 这个讲得不很清楚 但是因为那个时候 美国要跟中国建立更密切的关系 所以它定是这样子 那么即使是一个比较松散的 比较模糊的 但是因为中共出兵 也要看美国脸色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法律 其实也就提供了一个模糊的 但是也有发生实质的保护作用 我们再看后来 川普上台之后 这个事情就开始有很大的 改变几个重要的吧 第一个就是台湾旅行法 在台湾跟美国断交 在1979年断交之后 美国只是承认台湾的存在 但是官方跟台湾是保持距离 从来不晚来 我们的政府官员要经过 这个美国总统 经过美国都要特别的申请 那个只是一个旅游的 这个好像协助旅行的一个帮助 而还是非常之冷淡的 即使过境也要低调 但是现在这个台湾旅行法 其实讲的就很清楚了 这个台湾旅行法 就是正式的鼓励双方 能够官员互相访问 所以虽然没有实质的关系 没有这个表面上的关系 但是有实质的往来关系 就提升了两岸的关系了 当然美国来返的官员 好像并不很多 最近FBI透露 是因为中国恐吓美国 如果美国的州长跑到台湾来 那他就要处罚美国 不给美国的美国这一州 所有的生意往来 他要断绝 更甚至于你那一州的 这个商人在中国投资的话 他就要处分威蓝美商 在中国的美商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当然受了很多影响 但后来定了一个国防授权法 这虽然是它国内的法律 但是里面就是有明白 这讲出来是要协助 加强台湾的军事力量 让台湾能够自卫 就是卖军火给台湾 这也是一个对台湾 进一步的 这个四处善意的一个法案 到后来有台北法案 台北法案 虽然这个字叫台北法案 其实英文的缩写拼出来的 跟台北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但是这个主要的就是要 等于是搬台湾 巩固台湾的外交关系 因为有些小国跟台湾断绞 所以提出来就是 那些小国断绞之前 你要考虑你断绞之后 美国可能会跟你要有一些 处分的这个措施了 就是巩固台湾的外交 也开拓拓展台湾的贸易 也是进一步里有上 但是防止总统还是很 对台湾的安全还是很模糊的 但是这一个台湾防卫法 其实是非常积极的 不是那么模糊 它是要求美军 不断是要防卫 而且要在第一时间内就防卫 不要让中国的突袭 而占领台湾 这个因为 那个就已经往了一步 这个防卫可能就会 演变成可能就 美军跟台湾的关系更为密切 更甚至于是不是会在台湾驻守 或者怎么样 但是至少这一个法案 如果出炉的话 台湾就 我基本上认为就非常安全了 但是这个其实 其实这个其实我们在过去 不管谁执政 其实没有人敢去记录中共 对不对 因为中共有反非列法 2005年提出的反非列法 如果你执政者 提出的 或者是搞台独 或者是言论 或者是实质的 都会被它作为借口 攻打台湾的借口 在过去 你如果说去挑衅对方 而造成了中共犯台的话 美国不可能 我认为也不可能 为你的这个 好像的轻易的挑起这些战断 来为台湾打仗 不大可能 但现在情况也变成 它也不是为台湾 而出兵 对抗中共 因为台湾已经变成了 一个对抗中国的一个岛链了 就是从南韩 日本 台湾 菲律宾 印度 这个亚太的第一线岛链 所以如果中国出兵打台湾的话 这个已经不是为台湾打这个战了 美国一定出首次 它不是 它是为了这一条防线 它不是为了单独的台湾 所以我基本上认为 从这个趋势看来 就是台湾的地位 台湾的安全 是越来越有保障 那至于为什么搞到 今天我们从战略模糊 变成战略清楚 那么美国的态度越来越清楚呢 这个全部都是中国 中共自己搞出来的嘛 也是习近平本身 他的政策错误所造成的嘛 就是他的中国梦 他要超过美国 超英赶美 英国已经超过了 他要超过美国嘛 所以他要搞一带一路 扩张的政策嘛 这种种的行为 使美国一步一步 看清楚你习近平的意图 而且才开始觉醒 才开始觉醒 就是才知道你中国 是有一个目标在 往那边前进的 一直到最近这个疫情出来之后 就是这个武汉肺炎 这个疫情出来之后 中共的隐瞒疫情 更是激怒了全世界 因为你的隐瞒疫情 造成联合国 没有及时反应 就是搬离隐瞒疫情 造成全球 这个疫情的 这个瘟疫的扩张 使得全球 这个多少 到五十多万人的死亡 所以这一件事情 是你习近平 这个弄出来的 而这个 才是静音 使得全世界都开始来对抗你 那么 我们也讲了过去 也谈了很多 我今天谈这个 台湾防卫法 只是告诉大家 这个法现在还在运软中 如果通过的话 台湾会更安全 那今天讲到这里 如果你认同 我们的说法的话 也请你分享给你的朋友 谢谢大家 明天见 大家好 我们今天就是介绍 这个我的闺蜜 这个Helen 她是大陆会旅行社的总经理 那今天介绍给大家就是说 现在有离岛的旅游 可以直接 就是你只要程序都是由旅行社代办 那个旅游的补助的部分 也都直接扣除了 所以这个旅费真的非常的便宜 然后趁这个时候 反正这个 到全部的景点都没有外国游客 所以尤其是离岛的部分 其实这个 现在的旅游品质是非常优良的 很佳的旅游品质 所以像金门啦 对不对 现在是主推金门 主推金门 那个机票是非常难拿的 然后每一个旅行社所 补助允许的这个团数 总共只有35团 35团乘以40个人 其实名额非常的少 要报名赶快 这个电话号码在这里 打电话去 然后自己先准备好 你到底是几个人 然后大人小孩 然后这个到底是哪几天的时间 会有专人问你服务 然后我们今天再继续介绍 因为我知道你是Apollo Fiber的这个爱用者 那你另外还有一个喜欢用的是护腰 是 护腰你都怎么用 我晚上要睡觉的时候呢 大家有看到 你的身材 我每天晚上要睡觉的时候呢 我就这样束着 我也 因为夏天嘛 比较冷 所以我就没有装电池了 冬天就会 冬天装电池 保温 虽然我现在有点胖了 但是呢 你这样还胖啊 你就是气人 可是至少还有一点点腰 好 所以这是有帮忙的 是 我觉得 那你会流汗吗 不 不会 我比较不怕乐 OK 所以束起来 其实夏天你还是吹冷气的 对 对不对 那变成束久了 晚上没有束 会好像 哪个地方少个东西 没有一个帮你固定的 好 那你觉得对你的背脊什么的保护 有帮忙吗 有帮忙 因为有一阵子我摔倒了 那个腰啊 屁股真的都很痛 坐骨神经的位置 后来我就带着它 有慢慢舒缓 那当然这种跌倒东西没有马上好的 你看我已经快五个多月了 还是有一点点痛 但是还是继续要带着它 嗯 已经有慢慢恢复了啦 嗯 那个摔的是很严重的 好 所以如果 不怕热的话 再加个电源 又有热能的这个助攻 应该是会好 冬天我一定带电源 冬天绝对带 嗯 因为我很怕冷 怕冷 所以冬天我一定会 保护起来 保护起来 一定会弄个那个电池 而且晚上会弄个两个电池 来替换 替换 这个只能塞小的 对对对 没办法塞大的 所以它一下子 你要当时间很长就对了 OK 因为冬天嘛 睡早就不用在那边起床了 对 可是现在夏天了 我都只有束着腰而已 嗯 其实也是有效果 因为它本来就有蚊子红外 是啊 对 上次因为你有说过这个口罩 只要有26度以上就发挥效果了 它是测试的时候是室温的测试 是 所以我想说我们能睡觉 一定是到达30度以上 所以我觉得绝对有效果 所以你是这样子使用 是 好 所以有护腰的这个观众朋友 也可以这样子用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主意 因为我本身我自己也是腰比较细的人 我虽然胖 但是我 还是有腰 腰还是细的 所以我其实也蛮喜欢 有用的话真的会 这个腰会比较容易保持 比较苗条的状态 这个是确定的 好 这个是今天跟大家介绍 最强的懒人运动是 热肤 Apollo Fiber Insight 扬声度为 换季促销只要五折 欢迎拜访官网商品页订购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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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